就是分好三個 然後就是把頭髮往下放 然後你就是最外面那個 再往中間放 你這樣就是往下 對這個是往下 所以你的辨子才會在上面 然後我這邊會綁幾個 它的辨子形狀已經出來了以後 這邊往上這邊往下 沒有沒有都是都是往下 我是看這裡 這個是外圍的都是往下 對對對 然後你看從這邊開始就是 它這邊辨子已經出來了 你就是開始抓 最外面那我通常就是 會這樣抓一排的 這樣一排出來 可是你這樣抓中間的也會抓到嗎 還是你會抓到中間這樣子 會你看喔你就是 它現在是最外面的嘛 你就是往下 然後 抓在外面 然後 然後順到最外面以後 還是往下 然後最外面都是往下就對了 對對對 它其實就是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一直往下 然後到最外面的 然後到最外面這個 就是再往下 反正就記得中間都在上面 對對對 你就是記得 你就是把旁邊的兩個 然後旁邊的頭髮抓起來 都是放在最外面那裡 所以我自己去看就覺得喔 就是 這樣其實很簡單 那你就是 就是你看它一層一層一層 然後你這樣刮過來以後 就是連接到最外面這個辨子 然後再轉 然後順好了以後 就是往中間這個往下 因為你看 你往下放 你的辨子就是在上面 那你如果往上放 你的辨子就會在下面 所以跟珊瑚辨就是不一樣 對它是一樣的手法 就是轉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我通常會這樣順過來以後 因為你到下面就很順了嘛 你就是這樣轉進去的時候 那扭緊就好 喔轉進去那扭緊 你不用一開始就收緊 對一開始不一定要收緊 因為你這邊才會看起來就是鬆鬆的 對 然後一樣就是 用到最外面這個以後 你看我這邊還是鬆的嘛 然後轉進去的時候 你就順勢把它收進去 喔把它拉一下 對 因為我們這邊要把它收 整齊收高 所以你就是可以往上拉 然後再 然後這個就很簡單 就是你看就是最後 最外面的往裡面 最外面的往裡面 嗯 就是少了收過來這個步驟 對對對 這個就是一般便子 就是直接轉去好 就是這樣子轉就好 然後外面有一些它會 旋縮你的便子要綁到很最後面 那那個其實就是 你三個骨 是抓得很平均的 喔 你就可以綁到很下面 啊如果你有時候 你發現這個比較厚 這個比較多 這兩個比較少 你就可以中間偷夾薄 喔 把他抓過去 對然後就再綁 反正也看不見 然後你就可以故意 媽媽請幫我 把他綁得很下面 很酷欸 放皮筋 放皮筋